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门会议 11月11号继续在北京召开 那么北京地区依旧是警戒森严 但是前往北京申诉冤情的各地访民却是越来越多 据六四天网的报道 上海访民沈丽达估计 最近几天到北京各个信访窗口上访的访民 可能达到十万之多 仅北京永定门的中共国务院信访办 中共中央信访办 和中共全国人大信访办 这三办的门前 11号的当天可能就多达五万人 不过天津访民郑玉明却说 信访办的窗口地方有限 容纳不了这么多人 估计上访的人数不足十万 六四天网报道说 这一次的上访人数之多 规模之大 前所未有 进京访民除了到信访办窗口上访 还有一部分他们选择在北京街头 机会抗议 11号 北京南站附近有大约上千访民聚集 他们抗议示威 参与者有不少小孩和老人 抗议者高举着写有自己冤情的牌子 在一名被称为是胖胖的男孩的领衔下 提声高喊口号 场面壮观 当局则是派出大批警察前往驱赶访民 现场没有传出发生冲突 美国财经媒体彭博通讯社 日前扣发了一篇涉及中国富豪和政治局常委关系的调查报道 据说是因为彭博社担心遭到中共报复 危及通讯社在中国的立足 而采取自我审查的一个做法 英国金融时报透露 调查报道涉及中国首富 大连万达集团的董事长王健林 这个金融时报报道说围绕着这篇被封杀的报道 彭博社内部有不同的声音 主编马修温克勒表示 报道还没有达到可以发表的地步 但是消息人士对金融时报说 这篇报道已经完全编辑好了 也核对了事实 而且还经过了律师的审查 据说彭博社不希望因为这篇报道 导致他们的记者在中国无法立足 温克勒甚至还把他们目前在中国的处境 和当年的纳粹德国相比 他说当时在纳粹德国 一些媒体也不得不自我审查 以便能够留在德国 那么中国万达集团的发言人 则是拒绝对有关情况发表评论 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实时禁闻